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到了他以葫芦制作的各种艺术品 我在来美国以前 有一次就看到有人卖小葫芦 两三寸的那种小葫芦瓜 我说这个很好玩 就把它买回来种 收成了以后 我这个上面把它刻几个字 应该不错 我就开始就刻几个字 后来来美国 美国竟然有这么多品种的护瓜 那我就开始就买多一点不同品种来种 那就越种越多越种越 先看到护瓜的形状 再去考虑到你的成品还是 不一定 有时候是讲说 这个我可以来做什么 就把它买来种 有时候种了以后 他还想说来做什么 有时候在成长中 这个把它变个形状 把它控制它生长 然后变个形状 可能又会变成什么 很多都是实验性的 那做出来也还不错 就这样子 有时候藏乎瓜 那把它打完的 变成这样子 那后面 还有一种最大的 我没有摆在这里 有一种这么大的 我就叫它 那个叫什么 帝王还是金刚企鹅 那就很大 那这壁炉里 做了这么多的企鹅 小企鹅容易做吗 这个地头就在尾巴 那再把它加一些东西 那这边变成它的嘴巴 做这个金鱼 这个大小都是不同品种的 这些企鹅有三四种品种 这个又是不同品种 这种肚子比较大 不同品种 我就利用这个fireplace 做一个沙滩 那企鹅都是 像那个南美洲的那种 南极的企鹅 都是晚上它会回家 都是在黄昏才回家 所以我这里在晚上的时候 那个做一个灯在那边 灯照就像夕阳一下 所以我这个叫做 企鹅宝宝要回家 郭老师每个作品中 都有他的巧思 也赋予了生命 谢谢郭老师 我们下次再继续观赏